第二個背景就是生存資源的極度緊缺 就比如說像我前面舉的一個例子 他就請朋友吃玉米 他的朋友就嫉妒他家有玉米吃的 這為什麼會發生這種嫉妒 就是因為生存資源極度緊缺 然後第三點 我覺得會有一個叫做狂熱的意識形態的運動 當時肯定就是什麼所謂的資本主義 什麼社會主義這種鬥爭 你家人你弟弟在什麼朝鮮 什麼敵人他就不行的 所以說他背後有個狂熱的意識形態的運動 所以說就是一個小小的一個所謂這種背信契義的 這種檢舉揭發就會造成一個家庭的這種被破壞的一個慘劇